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分美味的菜肴 葱爆牛肉 一舌就会 赶快来看一看哦 把葱给它切成 一英寸半的段 葱白切成一半 搭蒜稍微的给它压一下 姜切片 把牛肉逆纹切成片 在一个大碗里呢 我们把牛肉放进来 然后倒入水 还有盐 给它稍微的搅拌一下 浸泡在水里 大概是十分钟的时间 这样子的做法 可以去除牛肉的血 然后还有那个腥的味道 还可以让这个牛肉变得更嫩滑 用好了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血血刀掉 然后把牛肉里面的这个水呢 都挤出去 给它放入腌料 酱油 盐 白胡椒 蛋白 玉米粉浆 给它搅拌好 那这个蛋白 还有这个玉米粉呢 都会使牛肉变得 非常的嫩滑 一般这个中餐厅里呢 都会使用少许的小苏打粉 放在这个牛肉里 再不嫩的这个牛肉呢 都会变得十分的嫩 那我们今天使用的是纽约克牛排 本身肉质就已经很嫩了 所以我们不需要使用这个小苏打粉 给它腌制十分钟 在这个碗里面 我们放入酱油 老抽 绍兴酒 糖 白胡椒 白胡椒 芝麻油 搅拌好 下面这个步骤呢 是给铁锅使用者的 如果你使用的是不粘锅 你可以直接跳到下一个步骤去 我们首先来准备我们的铁锅 让它上面有一层不粘涂层 也叫滑锅 把铁锅烧到冒烟 放进来半杯的植物油 你也可以使用其他高烟点的油 然后将这个锅上面呢 每一个部分都有一层油 给它烧热 然后把油倒出来 油冷却之后呢 你可以给它放到一个密封的罐子里 放到一个凉爽的地方 下一次还是可以这样子使用 我们现在的锅呢 上面就有了一层不粘的涂层 好的 我们现在来炒我们的牛肉 使用大火 给它热到这个锅子冒烟 然后加入两汤匙清淡橄榄油 你也可以使用其他的高烟点的油 然后我们把这个油呢 热到温大概是15秒钟的时间 把这个牛肉放进来 先让它煎一下 30秒钟的时间不要去碰它 下面稍微煎一下呢 你再去炒它 它也会不粘锅 那一般来说 我们炒肉的时候是热锅 凉油 那我今天使用的是热锅温油 为什么 因为炒牛肉如果温度不够的时候 牛肉里面会出水 导致这个牛肉的质地变硬 不好吃了 现在我们给它炒到七成熟 大概是一分钟的时间就好 拿出来之后 先给它放到旁边 在这个铁锅中 大火给它烧到冒烟 放入一汤匙青淡橄榄油 加入我们的姜 葱白 蒜 然后给它炒到香 30秒钟的时间 放回我们的牛肉 酱汁 快速的给它翻炒 最后呢 放入葱绿 再炒一下 这就大功告成了 我炒菜炒到我们家的这个烟雾探车器都响了 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了 第一次我在这个厨房做饭呢 我发现做完了之后 好像都有一层雾的感觉 不过这个味道呢 十分的香 哇 浓浓的葱爆牛肉的味 这个葱味非常的 非常的浓郁 赶快来品尝一下 我们的葱爆牛肉 嗯 我就不客气啦 看看它的这个 哇 亮丽的这个牛肉的感觉 真的是 尝一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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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滑 嗯 浓浓的葱味 好赞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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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吃到好吃的东西 我都觉得好开心好幸福哦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子 那今天就这样子了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想要做什么食谱 一起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你的这些想法 那今天就这样子呢 记得订阅按赞 分享这个影片 我也希望可以跟大家在各个社会媒体上面 包括脸书啊 Instagram 还有YouTube上面跟大家保持联络 好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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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